楊冠華 楊冠華 我真的很想知道 為何你 你這隻禽獸 可以 可以做得出這些事 一個只有十二歲的美女 你都下手 而且不止是一個 已經有人跟我說了 原來在內地 在香港 中港兩地 性侵犯了很多名 很多名的未成年女童 最小的那個 九歲 你這個人渣敗類 你這隻社會禽獸 我跟你說 你必須為你做過的壞事賣單 你這隻食屎狗 我從來都沒試過這麼討厭 這麼扭一個人 因為你真的已經是 吻滅人性 喪盡天良 你做的事天理不容 人神共憤 所以我一定要 替天行道為民除害 我一定會 聯同那些受害者 站上庭去指證你 我真的明白為何仍然今時今日 這麼多人相信楊冠華 這隻禽獸 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為何仍然可以是非黑白不分 你這隻禽獸 你們醒醒一下 楊冠華 他不只是詐騙犯 騙人錢 騙人買樓 他更加是一隻禽獸之中的禽獸 借大隊 看樓為名 其實實際為了要滿足自己私慾 的受辱 性侵了很多很多名 雷童又雷 楊冠華 我告訴你 我流馬車 這隻新人見過很多仆街 但真的沒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的 死仆街 你這隻食屎狗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報應很快要來 你再等一會 很快要來 報應 快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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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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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冠華 你到底還要躲到什麼時候 你還要歸宿在日本多久 你真是這麼天真 你以為日本政府真的會包庇你嗎? 不會的 你做這麼多壞事 你用監密貨幣騙人錢 搞到人家家破人亡 你奸淫未成年少女 不是少女是幼女 最小的只有九歲 販賣人體器官 經營地下賣人集團 騙人家買爛樓 你做的壞事真是 數到天安都數不完 你真的認為這樣可以消耗法外嗎? 不可能的 香港政府一定會想辦法把你引導回來 你回來自首 認罪從寬 抗拒從嚴 這是我們祖國一向的宗旨 你對待你這些罪犯的一個準則 好好回來去找數 去接受你應有的法律制裁 你的罪業真是極之深重 你放心 你放心 楊冠華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我們聯合了很多的受害者 不斷地去集體舉報你 告發你 你委罪前途沒有用的 國際刑警已經在通緝你了 你這隻食屎狗 你這隻喪盡天良 禽獸都不如的食屎狗 你做的事簡直是天理不容 人神共憤 你這隻食屎狗 很快很快 你就會得到你應該有的制裁 你這個老母 你連一個九歲的小妹都不放過 你真是冷血的 你真是 你禽獸都不如 食屎狗 希望各位曾經 被楊冠華 騙過錢也好 傷害過也好 奸淫過也好 大家不要害怕他 一齊齊心站出來 去指證他 他這隻禽獸留在社會多一秒 都是對這個社會極大的禍害 這一夥禽獸一定要盡快清除 他現在在日本那裏 不知道在搞多少日本的未成年幼女 消息人士指指他現在在那裏 風花雪月 在新宿的歌舞忌頂晚晚在那裏 喬雞 吃屎狗 好 楊冠華 嘩 嘩 嘩 回來香港自首 回來香港自首 如果你還是那一個男人的話 感谢观看